今天場上,感覺我在做場邊,感覺好像你打得很謹慎是吧? 會嗎?就感覺空球上面,你會不會感覺那個風向會有影響還是對球? 因為我覺得在試應完組場之後,其實我隔了兩天才又... 生疏累點是吧? 就是不像以往可能我試應完,下一天或者是再隔一天就會馬上有比賽 對,可是在這裡其實我六日練完之後,休息一、二就是不在這裡練習 所以其實進來的時候,我覺得對於場館的風向會有一些陌生 所以我覺得在打的時候會更小心一點,因為這裡的側風其實比較大一些 對對對,我們坐在那邊都能感覺到它會有一點那種風壓,所以都能感覺到 因為打的時候就是,也是有一些球被吹得蠻遠的 對,所以我就看它,就第二局的時候,它一般都是壓你正手 因為正手球比較難出界是吧?就底下那邊 OK,最近我看到有新的那個,你們剛剛發的,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嗎? 呃,呃,好喔,因為這個比賽不是穿這個 對,所以就是可能是頭戴吧,紫色,然後還有,呃,這是我的 我不曉得是不是我的專屬顏色,應該是 對,你拍子也是換新的了是吧?也是換新的 所以可以跟我們介紹嗎? 我其實,不懂它有沒有什麼不一樣,但是就紫色的 然後很多人說很好看 對,它是很好看,你看這些 對對對,都有我的那一次,然後還有這個 你的slogan,對,相信自己 這是薯條還沒吃吧? 吃了牛排跟薯條 今晚會打算怎麼吃呢? 呃,還沒有想法,可能會以中餐為主 中餐為主,比賽已經進入了,要進入狀態是吧? 嗯 OK,明天再見這裡 好,謝謝 謝謝